台湾已经沦为诈骗岛了 我们的诈骗问题非常严重 要怎么样防堵呢 尤其是科技诈骗 你很难辨别 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葛如军在立法院 问了陈建仁这一题 来看看 第三个就是主障 第四个是陈障 我想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有翻层出新嘛 然后民众本身的警觉不够 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现在这段影片是我亲自录制的 请教会院长 我觉得右边的好像比较像真的 好谢谢 很抱歉 两个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AI生成的 院长我想民众之所以会被诈骗 真正的原因 真正我说哪个是假的 我没有说哪一个 那这样有意思吗 我想要说的就是 民众真的很难 辨识民众的问题 那民众就都不要分辨好了 那你这诈骗的问题啊 你就是诈骗啊 陈建仁院长已经生气了 有人说他是 看来院长不仅很容易被骗 他还没有搞清楚诈骗的核心问题 他也搞不懂葛如军想要问他什么 包括现在科技诈骗真的是真假难辨 真假莫测你问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分辨不出来 问题的精髓在这里啊 所以到底这个陈建仁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子更小 更小是不是也凸显了我们现在的政府其实搞不清楚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520就要上任了 包括他要面对方方面面的问题 电价四月要起涨了 我们的台海安不安全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跟业者允诺 他说他跟这些新竹竹科半导体的业者挂保证说 会维持两岸和平 所以你的水电都不用担心 可是PTT上面呢 有人就反抢他说 务实台独工作者讲什么两岸和平 还是很多人不相信 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我们的惊吓 渔船事件现在好像很难画下一个据点 管毕林主委的处置是招致我们现在的境地吗 我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中国海警不断的来 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能力 把他们立刻驱离走 赖清德可以赶得出去吗 这是联合报的社论 而另外蔡总统要卸任了 他在卸任前会不会登太平岛 这也是很多在野党关心的事情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李问 他就讲 在野党要求蔡英文上岛别有居心 因为现在中非在南海 一下是水炮一下是船户撞 南海很紧张 你怎么会让我们的元首去高风险地区呢 包括您看到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您看到王定宇都讲同样的论调 时间不适合 南海很危险 王定宇还讲 说我们看到现在不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 也不利区域内民主盟友间的合作 他认为如果现在跑去登太平岛的话不好 所以只有人问他说 身为中华民国的立委 你要雇其他国家的利益干嘛 你是不是应该先雇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呢 如果有机会表达我们的主权 是不是放在第一位呢 而包括于北辰将军 因为他是中将退役 所以他应该也 对不起 少将退役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也发表了一些评论 他说陈水扁马英九都登过太平岛 可是陈水扁登太平岛的时候 大陆有强烈抗议 可是马英九总统登岛的时候 大陆没有抗议 而且那时候大陆还跟菲律宾争夺南海主权 跟现在的状况很像 所以如果蔡英文现在登太平岛 依目前大陆的态度 一样去 一样是去被占便宜 不管怎么样都被占便宜 所以看起来他也是不主张登岛的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又出招 国民党也出招 他说立委我们干脆大家发起516登太平岛的宣述主权的活动好了 这是来自于马文君的建议 他说蔡总统不去 我们去啊 那马文君如果5月要考察 要登太平岛的话 王定宇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说 这是本末导致啊 这样的方式不OK 怎么看啊 任俊到底要不要登岛 以及诈骗这件事情的质询 葛如君博士的质询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陈建然要生气 这个你问我诈骗 第一个就问我这个 我怀疑你是针对我 因为我们家最之前才刚有人被诈骗 真的假 最近才刚收到台中地检署 跟高雄地方法院的票 因为我们是告诉人 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是被骗 OK 如果陈建成院长因为在立法院的 这个殿堂上面被 认为说被委员骗的这件事情 他都这么生气 那请你想一想 全台湾有多少人 像我们有这种遭遇的 很痛 那我们是实质上付出代价的 这种被骗的人 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民众在看这个问题里面 真正想要知道 院长你除了很生气你被骗 那台湾有多少人因为诈骗 我们当时曾经也因为太多这种诈骗犯了 你知道叫你转账是什么转钱 后来我们就定了一个好棒棒的制度 一天只能转三万块 就算你被骗 ATM转出去少被骗一点 这是我们国家在面对到这种方式 这到目前为止诈骗到底归谁管 书发部吗 没有 那个归法务部 归什么相关单位都是个案 我们到底防止了些什么 所以院长你可以生气 其实好像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生气 但请你拿出方法 而不是只有说生气说 你骗我或干嘛的 这是第一个 人居我可以问一下吗 方物方面讲你们被诈骗多少钱 大概 11万 11万 而且是在网路上卖东西 当然不是我 因为我去的时候 那个警察还跟我讲 康先生你每天在讲反诈骗 你们家有人被骗 还淘汰你一下 我讲他那个手法 他就是网路上要卖东西 然后对方就有一个买家要跟他买 然后就跟他说好成交我先把账转给你 结果说没有收到账 买家就说可是我钱已经转账 不然我联络客服 网路的平台客服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 网路平台客服就出来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需要你协助认证 说他今天把这个钱 转到你的账号里面去 请你帮我做几个操作就这样 然后钱被转到了两个账号出去 就回不来了 就从户头转出去 11万 但有抓到人 我先讲有抓到人 所以我对我们这个司法制度 还是有信心的 但是我总不能永远都是靠说 这个事件发生完了 靠他去抓 因为你抓到人 我今天还特别跟律师 讨论了这件事情 后来律师说 因为这个金额老实讲不是很大 如果你今天找律师 你今天后来就做民事求偿 可能到最后他还跟你讲说 我分期付款付给你 最后他都跑了 你可能律师费多出来要付的 还比不回你追回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现况 好不好 每个人都会发生 我今天在这边分享这件事情 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所以院长的生气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立法院的问证 老实讲 那个千奇百怪你知道吗 之前我给各位看一个 我刚刚再找 这个是发生在2012年的新闻 这个是新闻的标题 但你知道这里面有问什么的吗 欧巴马的狗叫什么名字 也有问证问这种题目的 反正很多千奇百怪 立委问证本来就有他很多的手法 跟他的方式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现在对于很多民众来讲 真正想知道的是说 现在你知道有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提出解决 从之前的什么虐童或什么 老实讲到今天为止 这些议题都还在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去谈论到说 这个要捍卫国家主权 太平岛要不要去的这件事情 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就是说 太平岛今天我们本身就有 这个助手的人员在这上面 主权的这件事情一部分 不是那么大的这些 如果真的要今天谈论 那我们是不是要鼓励蔡英文 去一下哪里 去一下钓鱼台 钓鱼台那个主权争议 是更需要被捍卫的 那是不是大家一起坐船 大家都一起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 但问题是如果今天讲说 不适合或适合的东西 你只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把真实的状况 告诉大家 而不要用政治性的语言 拿来作为掩盖就好 来 淑慧 刚刚这个葛博士的那个质询 观众朋友应该都有看到 是一个非常理性平和 他只是要展示一个说 如果你一个博士 一个中研院的院士 你都分辨不出来这是假的 那我们一般常常被诈骗的 伯伯阿姨 那他们怎么分辨呢 大家知道现在诈骗集团 专门找老人家诈骗 所以他只是要展现这个就是 真假难辨这件事情而已 那陈建仁反应为什么那么大呢 我觉得不是什么建设有当想起来 而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陈建仁这个会期 就是采取战狼做法 就是采取鹰派做法 跟他之前的温暖内阁 已经放到一边了 因为一村整个月而已 赖金格也不会让他当行政院长 现在陈建仁就是一个破碗破摔 我才不管你了 我每天来这边跟你吵架 可是这样对我们的国家 这几个月等于是空白 这么专业的一个在咨询 诈骗的一个议题 然后你陈建仁看到你应该是吓到说 真的耶 真的很难分辨 然后要警政署要数位部 回去研议说 像这样子要怎么样去提醒民众 这才是一个行政院长的做法 你自己都会被吓到 你自己都会生气 你自己都分不清楚 那像刚刚人运说的 民众怎么会分得清楚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太平岛 我之前也有点讶异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跑出一个议题 说要蔡英文去太平岛 结果就看了资料原来是 当年不管是陈水扁也好 马银九也好 在2008年2016年 在他们卸任前都有登岛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两任总统的惯例了 现在看第三任总统要不要接着做 那今天王定宇讲说 是很危险 要第一线耶 那所以过去的总统他们登岛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这个很危险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国君弟兄在那里 你的意思是很危险 原首不可以去 不过我们国君弟兄你们好好待在那边 国君弟兄可以去的地方 总统就可以去 不是这样吗 别人的小孩可以去的地方 蔡英文你应该就可以去 来 惠文兄 前子 我来里节目之前我就看过了 刚刚又看了一遍我看不懂 那你讲得这么精进又为我 我待会晚上回家我要再看一遍 我看不懂这个国民党的部分去 在咨询什么 他不就播了两个 然后就问他哪一个是真的 结果两个都是假的 这到底要咨询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也有问过我 有一次他来我节目他也问过我 他说现在的科技诈骗 他可以运用科技 比如虚拟我的脸 我跟你视讯 对 我跟你视讯说 这个 惠文我欠五万块 我欠十万块 你会以为是我 已经不是声音了 是有一个虚拟的脸 你会借他钱 我会 那是你 我会 对 钱职跟我借五万块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你要借五十块 我会不会 你是挑人借的好不好 你刚才可以讲是他 你借 对 所以我说如果 这是钱职跟我视讯 跟我借钱 我一定借给他 对 就是科技执法 不是 科技诈骗 未来可能会变成主流 现在可能还没有 来 惠文 我是很难参透 昨天台北市长蒋万安 去参加这什么 什么 智慧城市展 也有AI 这个是AI蒋万安 这个是本人蒋万安 然后蒋万安问他说 哪一个比较帅 这种无聊的问题 也只有讲完想得出来 两个都不帅 我就帮你回答就好了 这种国民党的部分区就是 学经历很好看 但是咨询没有效果 跟那个陈永康很像 官阶很高 然后去跟冯士宽聊天 跟邱国正聊天 跟陈建仁聊天 你干脆学陈以信送花给他好了 怎么都是这种部分区的 所以如果国民党都是提名 这种的就很奇怪 这个题目如同刚刚聊 我也不晓得是到底是要干嘛 到底是要干嘛 因为前置就是说一个月了 我刚刚跟各位讲一个月了 官媒你看看 这个是国民党 他刻意要去塞人的 太平岛 苏丹宏 凯凯案 所谓的国会改革 NCC禁电室 还有这个金门的事件 我奴隶这几件 我请问国民党你到底要打什么 你很像什么都要打 我这个委员会 然后这个总咨询 我这个也骂一骂 他谁骂什么 就是你乱枪打鸟 你也像谈了很多的题目 可是我不晓得你哪一个题目 你到底打到了没 很多题目可以打 很多议题 不同的民众在关心 可是你经过的一个月 国民党的这些新的例如 包括韩国瑜 然后大家说韩国瑜怎样怎样 吃个水煎包28块 什么韭菜包 大家要炒打半天 你到底一个月 你到底打了什么 因为前一次他是一个 会期是四个月 这样只是第一个月而已 然后开议差一个月了 我不知道你是在打什么 你觉得国民党的表 都我也很奇怪说 民众党的表现是什么 民众党八个委员 应该都各自都亮相了 可是有的新闻 我们看到露出或什么 就是说一个新的国会 然后有很多的题目 包括蔡总统跟赖总统 即将要交接 在这个节骨验 我只看到每天就是很多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新闻 然后大家看得很带劲这样子 对… 然后帮这边加油 帮那边互相叫骂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没收种植群的事情 有人觉得是种植群被没收的 有人觉得韩国瑜的处理是对的 可是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请问韩国瑜 你当初为什么去闭关 你自己在私心大学的演讲讲说 你醉生梦死 迷思自我 那是你以前在当立委的时候 你非常的混 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批评 现在民进党的立委迟到 对 他没有在这个院会那边等 所以你唱名三次他没有来 可是跟你自己以前那时候比 哪一个比较严重 是你比较严重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给一个补考的机会 补救的机会 而不是抱着意识规则在那边 对不对